打起来呢 他的体能消耗相对就大了 第二回合很有可能张细杰就能够抓住机会 对对对 我们这个张细杰 我们还希望有一些这个 按照正常规来说 他们俩吃力确实也是相差的 腿的重量和拳的重量 以及身体的这个比例上都是有差距的 那么呢 从技术上 我张细杰 我本身只是75公斤的 我能站在这个最后这个决赛这个擂台上 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对 那我现在呢 怎么样更好地把我的技术给大家演绎出来 那么在过去两届这个王中王比赛当中啊 都是80公斤85公斤级的夺的冠军 那么现在在站在这个内来上的是 90公斤和75公斤级的 这样的话呢 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级别一大一小 对 本次比赛宣出最大的一场比赛 现在长安裁判是来自于陕西的国家级 国际级裁判马龙 我们看张细杰上来也是我不跟你使劲拼力 我也不跟你使劲的竞生拨杀 我就是用我的一种动作 提前出提前做 我来打点得分 以巧来渗对方 但是呢 好像是张敬军也是我看破了这种 看破你这种动向 我站在这个地方不动 只要你出来 我就反击你 只要你进来 我就想办法再摔你 或者是什么 目前来说双方的技单上呢 都用呢 张敬舅也 看刚才使用那个加筋摔 将这个张细杰摔倒 这个双方运动员因为力量 级别差的太大 确实也没有这个太大的抗衡能力 所以我们就希望呢 张细杰更加放开自己 更加使用自己的拳队技术 远踢近打 突然进去 突然出来 突然靠近 就像刚才打巴西选手一样 对 这样呢 我们看张细杰使用一个转身边拳 这个拳打得非常漂亮 你看 现在我们看这个张敬军呢 也有点急了 对 刚才挨了一个转身边拳 确实是 我们看现在替张细杰指挥的是 来自国家队的教练张细权 为张敬军指挥的是 来自国家队的教练 王强权 张细杰呢 有一个好处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敢做动作 敢做动作 我敢跟你拼 并且我能每一次的提前做动作 能压住你 对 这个运动员在擂台上 我们原来打这个standard 开放式擂台 是八米见方 现在带到围绳呢 都是内直径只有六米的一个擂台 所以运动员呢 平常的感觉 在这个擂台上呢 又不一又不同了 对 再加上这个围绳静用的固定 所以说运动员有时候 他不太适应这种东西 但是我们看我们的运动员 其实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这个张敬军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对 他现在虽然是 比对方要中三十斤 但是在场上 他的动作相对迟缓多了 迟缓多了 我们看现在张敬军 现在好像越打越有信心了 我们张敬军 越打越灵活 越打越放得开 对 所以这种运动员 我们运动员这种 完腔拼过的精神 说感动 所以对于张敬军来说的话 不要小瞧这面前 这七十五斤的小个子 有可能在第三回合比赛当中 说不定还要被对方 对 我们刚才 多多点 松老师讲的 第二局可能上来 张敬军就有些新的变化 确实是刚才上来 有些新的变化 他起码有这么几个亮点 刚才一个就是转身边权 其中对方有需要部位 对 这个非常好 另外呢 他刚才做了几个 突然进行 突然出来的这种 技术动作 突然的转身后踹 而且呢 从这个第二回合比赛情况来看 这个张敬军的这个体能 现在是他一大障碍 是他一大障碍了 虽然说这个暴京摔 摔得比较漂亮 但是只得一分 对 只得一分 毕竟这个 这个边圈 看 我们看这边圈打得非常漂亮 谢谢